大家好 我是真一貞 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 晚安宝宝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 每个礼拜二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 真心话大冒险 带给大家呢 不一样的国际新视野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 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的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黄介正教授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喔 今天我们要聊的议题呢 有美中 有奥运 现在大家说啊 这一届的奥运我觉得呢 已经不是运动归运动了 好像掺杂了蛮多 比较政治的一些层面在里面喔 大家以前都说奥运就是奥运嘛 但是呢 从现在的大国角力来看 只要有国际舞台能够发挥 媒体会被大肆报导的地方 似乎呢就成为好像现在的领导人 想要传递某些讯息 就放在那个里面 甚至呢连选手啊 夺金牌放的哪一张照片 可能都会引发国际网友之战 今天呢我们会聊 中美在天津的会谈 我们说呢 火药味真的还蛮浓的 尤其是呢 在还没谈之前 就开始已经有互相的呛下 王毅就说要给美国好好的上一课 那大陆的副外长呢 还真的给美国上了一课 他先说呢 美国妖魔化了中国 开完会之后呢 马上提了两个清单 要美国好好改进 到底上的是什么课 那这样子谈这样的会面 真的有达到所谓的用意吗 还有阿富汗内战持续蔓延 现在呢31审进行宵禁 那塔利班因为太猛了 美国的军司令已经下令了 空袭支援阿富汗 原本说8月31号要撤军 现在可能慢慢撤 总而言之911之前 美国已经说了 他们是势必会撤军的 但是现在呢塔利班这么猛 俄罗斯也紧张了 因为开始呢 威胁到了其他的边境的部分 另外呢 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呢 外媒一张照片 让大陆网友炸锅了 还有睽違413天 南北韩的热线 金正恩跟文在寅的热线电话 突然间就通了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等一下呢 我们请黄街震教授 来帮我们做分析 那么首先呢 今天大家都在聊中美 因为呢 从昨天看报道到今天 我看到了很多 但我觉得呢 中方跟美方的态度 似乎这一次不太一样 美方去表达他们的立场 包括了在人权的部分 但中方好像要表达的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有一点展现底气 还有展现大陆在外交的走向 持续的走这个战狼模式 我是这么感觉啦 因为呢包括了谢峰 他就开完会之后就下了个马威说呢 美国坏事做绝 还想好处占尽 也是金句连发啦 甚至呢还直说 美中的关系之所以会这么强硬 是因为美国把中国大陆 设为假想敌 那中间呢这一来一往 当然呢媒体报导的方向角度会不一样 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分析的层面 那首先我们请教授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啊我们说 Sherman呢他到了这个天津去会谈 原本呢好像没有要去的 原本是去日韩跟蒙古嘛 那最后一刻决定还是访了天津 那这个代表着拜登的这个外交布局 像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真的是所谓的为拜习会 习拜会来布局吗 基本上来讲 这一次美国副国务卿 这个Wendy Sherman 到亚洲之行啊 他是三个我们从大的层面来看 他是有三个重要的亚洲行程 一个是美国的国务院的 二把手副国务卿Wendy Sherman 他是到日韩还有蒙古 还有中国大陆 本来就有希望排在行程里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一把手 就是国务卿要到印度 就是Tony Blinken要去印度 第三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个Loy Austin 要到东南亚的国家 那么这三个访问来讲 基本上是美国射出的三支箭 那比较受我们关注的 现在媒体报道最多的 当然就是到底后来 会不会到中国大陆访问 会不会成行 那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表达说愿意派这个 副国务卿他是二把手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结果中国大陆回应呢 是说是你要来的 那你要来的话 我安排跟你会面的呢 也是副部级的 但是呢 是主管美国事务的副部长 他在外交 中国大陆外交部排名 副部长排的是排第五 也就是说 这个在外交沟通上面 层次是不对等的 不对等了之后 美国说那我就不来了 就后来又因为转折 一夜之间说在见完了 这个谢峰以外 那么外交部长王毅 也会跟他有一个会见 那这样子双方就妥协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 这次美国副国务卿 Wendy Sherman去中国大陆 不是到北京 没让他进首都 而是到天津 去不了北京 对 那么这两个 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那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中国大陆 他在七一党庆以前 就已经非常严格规定 不会 这个规定不会 因为美国副国务卿来就改 对 也就是说外籍人士 不让进北京 还有防疫的关系 防疫的关系 而且其他东南亚国家 包括俄罗斯的外长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都是王毅在中国大陆 其他的城市接待 比如说东南亚国家 是在浙江江苏一带 俄罗斯是在云南 也就是说北京都不让外人进 他为了防疫 好 这个是一种解释 我们把它放一边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 我就是不让你进北京 回想以前 那这个英法战争结束了以后 中国大陆在天津签订这个 这个合约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 中美两个强权在天津 再会面 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的力量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是被人家教训被人家打败 现在是外国人自己要来 然后我们在天津见你 而且还把你训了一顿 那个可以有两种解释 那这一次呢 其实就专业上来看 美国和大陆两方都没有期待 这一次要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而是在今年三月份 阿拉斯加双方搞得非常不愉快 的情况之下 后续两个强权总是要坐下来谈 因为有太多的纠结的利益 还有事务必须要双方坐下来 但我觉得这一次 还没谈之前 也是火腰味那么浓 然后坐下来谈之后 其实中国大陆也是频频的 再一次的给美方下马威 我觉得这一次跟阿拉斯加那一次 火腰味也是有得拼 只是有没有当着你的面讲 对 那么其实这一次延续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态度和立场 基本上延续了阿拉斯加的这些 这个比较强势的言辞 然后等于是套王毅外交部长讲的话 就是我要给美国人补课 他有点客气啦 他是说不是只有讲他自己 他说我们要找一些世界上 其他国家一起给美国补课 补什么客呢意思就是说 天下规矩不是你一家说了算 不是你定的 中国大陆有中国大陆利益 你必须要 你有你的利益 我有我的利益 大家是平等对待 中国大陆不愿意再憋屈 或者是隐忍 那么把这个讯息传达得很强 第二个谢峰是以他在中国大陆的政府里面的阶层来讲 他敢讲这些硬话 那一定是上面叫他讲的 我也觉得这个肯定是上面的长官 也有看过他要讲的这些话 因为他说的这些话 讲的这么的硬这么的呛 肯定是会被拿来下层标题的 就照稿演出 那么演员是副部长 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中国大陆他现在还没有从阿拉斯加会谈之后 还没有要准备改变他的强硬的立场 那这个强硬对中国大陆的政府 还有人民来讲应该还要强硬 那我们就抽丝剥茧来看 他为什么态度没有改变 第一个其实中国大陆非常清楚 美国自己说过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 那么合作基本上变成很少 但是呢这个冲突和对抗竞争变得比较多 在这个态势还没有改变以前 中国大陆如果已经调整了步伐 那基本上就没有掌握住 目前它可能可以让美中之间 达成相对平衡的那个契机等于就放掉了 所以要这样做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点 我想各位观众 应该很容易体会 美国在克林顿总统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国务卿 第一个女的国务卿 Madeleine Albright 她讲过 就是说大国的双边关系 是multi-faced 那个很难翻译 其实就是多面向的意思 那我自己上课我是说 这个强权的关系 就好像一颗钻石一样 它有一百多个切割面 所以你从这一面看是这个关系 你从这一面看是另外一个关系 那我们把它简化的讲 也就是说两个大国之间 不可能融洽到没有分歧 那也不是分歧到了顶 就非要打仗 所以它是既有可以合作的地方 也有可以分歧对抗的地方 那现在就来了 西方跟东方的想法不太一样 西方的人认为 我该合作就合作 该竞争就竞争 该对抗就对抗 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的 副部长也讲了 说你这三个东西 他回应是说你是障眼法 你是借口 实质上本质上是对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东方人来看 两个强权关系 就不是说我们该对抗就对抗 它不是切割的 东方看是一盘棋是整体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跟我这边在握手 底下踹我一脚 他是把它当一盆棋看 不能只有美国优先的部分 你要跟我合作 然后跟你有角度不同的地方 又跟我对抗 就是说你在很多地方 你还欺负我 或者是对我不公平的时候 你不能说这方面 我就要和颜悦色跟你谈 这个是东方的思维 所以我们在碰到这些时候 自然会有文化的差异 历史背景的差异 国力强弱的差异 还有领导风格的差异 这些全部加重起来 就是我们这两天看到 所呈现出来的消息面 我觉得像中美 其实西方人想的 跟华人想的 当然会有所谓的文化差异 这是长期就存在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从川普下之后 拜登上之后 开始有很明显的不同的改变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那首先聊天室里头 感谢大家持续进来 帮我们按赞应援 先跳出聊天室 帮我按赞应援 谢谢我们的 文秀英宝宝 感谢你给我们的斗内应援 文秀英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每一次直播他都会来 谢谢我们的 Kevin Singh 陈钧怡 耳耳米忧 还有我们的 吴军伟 陈英泰 蔡立伟 Kevin Singh 还有方俊生宝宝 陈建宏 DH Lee Gavin正 好 邀请大家 来到我们聊天室 一定要先跳出聊天室 帮我看一下 有一个符号大拇指向上 那个就是赞 有没有点下去 帮我们按赞应援 对义珍来说 对真心化大冒险来说 很重要哦 等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持续的来帮我们 在聊天室里头提出问题 的确有人在说 现在正在看奥运 我也很一直很想要回头看 其实我们后面有一台电视 可以看得到的 现在呢 我们的奥运选手郭姓纯 正在秉着这个举重的部分 大家都很期待 有没有办法拿下我们的 一面金牌呢 也是郭姓纯的手金 他刚才的抓举 已经破了奥运的大会记录了 所以呢 真的是今年的奥运 虽然说观众不能进场 但反而大家就是 更参注在这个 就是转播的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说 刚才教授提到了很多重点 那其实北京学者 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 在现在美中的这个态度 同样的跟教授提到的是 一样的 其实呢就有北京学者 他有说啊 他觉得中美关系 可能不会再 现在这个转折就变好 甚至还可能会再恶化 他的道理是说 在上一次中美会面 阿拉斯卡的时候呢 当时是因为 美国一直拿这个人权问题来 新疆问题嘛 来砸中国的锅 所以呢 美国干涉大陆的内政 当时呢就让大陆觉得很不高兴 于是呢 杨洁篪就有那句金句来了嘛 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 他慢慢的好像 最近几个月的脚步啊 也持续的是在告诉西方国家 现在呢 中国人真的不吃西方国家这一套了 包含美国拉帮结派的这一套 在会后呢 中国提交了两份清单 列出清单 告诉美国说 这些拿去纠正 这些是你们美国没有做好的 纠正错误 补课之外 还要发写定证交报告 没错 然后我要说的这位学者是 中国的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院的副所长袁征 他说呢 北京对美国的战略 有一个微妙的这个变化 所以说呢 现在有一种就是说 我中国大陆我不再忍让了 从阿拉斯卡会议之后呢 中方对于拜登的 对华政策以及态度呢 有了所谓的更清醒的认识 觉醒了 看到了美方没有改变 川普时代那个抗中的力道 而且他形容的是 歇斯底里反华的做法 他认为呢 从现在看来啊 跟美国如果一昧的 在那边好声好气啊 隐忍的情况之下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中国的立场 就选择更强硬 这让我突然想到 曾经在这个 川普跟习近平的那场 会面的晚宴上 看起来都和乐融融 有没有 气氛很好啊 又是握手又是晚宴的 但私底下 那个川普的抗中力道是最硬的 嗯 对 国际政治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袁珍我们 以前常接触啦 最近视讯会议还有隔海 还有交换意见 那个其实 中国大陆的学者 在现在的这种整体氛围来讲 他们能够 谈话是有一定的 这个边疆啊 这个我就不多做阐述 那么整体的氛围是如此 那其实啊 中国大陆研究美国问题的好朋友们 嗯 大家对于美国的脸色 美国的手腕都很清楚 那过去的态度跟现在态度不一样 所以美国它强势霸道 它一直都是如此 但是呢 中国大陆现在决定 说我不要再隐忍 我们可以理解 那可以不要再隐忍 就表示什么 底气足啊 底子厚啊 这个国力变强啊 所以我可以不忍 那当然它就会产生两种作用力啊 一个就是美国的强势啊 这个移植气使啊 习近平讲的话 移植气使的教师爷 那美中国大陆现在说 对不起 我也是教师爷 我给你补课 我给你上课 那这两个冲撞结果 它一定会有反作用力 一个呢可能的效果 就是美国人突然一下 就好像有一些视频做出来 说哇 美国吓到了 美国没有想到中国现在 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位置站得那么稳 然后气势这么强 这是一个效果 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帮助美国大团结啊 越是这样对抗美国内部 就是希望美中美国政府 可以好好处理对中关系的人 声音就降低了 就我们平常讲 当两边都是鹰派在对局的时候 那个鸽派通通都不方便讲话 因为你讲话 现在叫做被出征了 以前的话就变成这个替敌人讲话 那所以呢 大家都变成在下这盘棋 或者是在旁边看棋的人 心里面都有一把尺 就是说其实对抗竞争的本质 它已经确定了 它就存在了 只是说现在拿出来的态度 是对现阶段的好 还是对长远比较好 我简单的再讲一遍 就是任何一个政策 它都有反作用力 你可以达到正面的效果 但是要经过估算 正面如果大过负面 直接冲了 如果说是负面后面很多的话 要小心 我讲一句话 其实今天中国大陆表现 我凭良心讲 不是替美国人讲话 你这样做的话 美国会有535个参众议员 还会再提出更多的法案 是行政部门没办法控制的 也就是美国政府 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不是说总统说 你们国会不准再给我提 反华反中法案 他就不提了 也就是说 你另外一方面的反作用力 是促成美国两党 在对中国政策上面的一致性 增加了美国鹰派的声量 然后使得美国反美情绪 反中情绪更高昂 那当然中国大陆可以说 我底气很够我不怕 你反中情绪再加一倍我也不怕 这个我也会讲 但是站在中国大陆整体利益来讲 我相信北京的这群领导阶层 应该还是头脑还是要冷静的 来看这个局 因为大国竞争都不是一两天打完的 他是打5年打10年的竞争 尤其是现在正在日本的是东京奥运 这是夏季奥运 马上的明年喔 二月的时候 就要在北京进行的是冬季奥运 那前几天就有消息了 美国呢就有很多的议员就开始了 就说要写信给这个国际奥会 要求抵制的北京冬季奥运 要求说这个冬季奥运 应该要换在别的地方办 不要在北京办 是不是也是有所谓的 大国的力道在里面 对 这个可以操作 这是一个议题 但是会不会成功 我相信不会 只是说 它变成一个议题的时候 你就变成要去处理 刚刚益甄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要再拉回那个话题 提醒大家注意 益甄刚刚讲说 美国有提了什么新疆人权 香港问题 这个贸易逆差等等 北韩的问题 对不对 提了很多 我们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现在金牌确定了吗 我看一下哦 确定了没有 快点怎么啦 哦 郭姓纯吗 郭姓纯拿金牌 你看我们聊天室互动 就是这么的及时 而且今天已经算是比较小声了 因为我们在直播 要不然平常后面是会 后面很大声 欢声雷动的 终于拿到第一面金牌了 心里头很澎湃 对啊 那个 想到 你要表演是不是 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如果金牌拿到你现场表演 不是 你别挖坑给我跳 哈哈哈 好 现在已经确定拿到金牌了 好 金牌到手了 现在我们的郑朝芳 哦 林娘娘 林娘娘你写错字了啦 还有我们的All Freedom 你答太快了哦 太高兴了 Berry Ma 还有我们的蔡立伟 陈建宏 太好了 颁奖典礼的时候 我们的金牌 我要特地借这个机会奖 这一次我们的第一个金牌 我们金牌的得奖者 才可以在这个颁发奖牌的时候 奏那一国的国歌 嗯哼 我们向来得奖都是奏国旗歌 对 那么过去都是找外面MP3 download 今年我们的国旗歌 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 专门为我们东京奥运录制的演奏的国旗歌 所以待会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听到的话 绝对是新版 而且是第一次在国际社会上面播放 大家听到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歌 太好了终于我们也是在这个 运动赛事上也是总算是有所前进啦 那说到这个我们就顺便来讲一下好了 奥运金牌到底值多少钱 当然奖牌本身啦 它可能这个实际的价值上 没有这么的高 但是呢我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哦 奥运呢各国奪奖牌的这个奖金 是不一样的哦 第一名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 给最多的 新加坡你只要有拿奖牌 一面奖牌回国之后 凯旋回国 国家就给你2800万 我换算成台币2800万 然后第二名是印尼2088万 那在台湾呢拿金牌 郭信纯拿这个金牌呢 直接国家会颁给你2000万的奖金 所以奖金是相当的雄厚 但是美国每一个国家真的落差很多 像是美国的话你拿金牌是105万 一样是一样是台币哦 然后加拿大拿金牌回国呢 是42万 所以其实这个金牌的 当然也是跟平常国家给你的资源 也是有差的啦 对所以只是我们这样看起来 哇台湾在这个金牌的这个部分 也是排名世界前三名哦 对不错 之高哦不错 回国的奖金哦之高 我们在一方面恭喜他们 一方面我们认为国家确实应该 用更好的方式来奖励 我们的代表国家的体育的赛事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 其实要培养一个奥运选手 我们国家所投注的资源也非常的多 没错 不过在我们这种高兴的时刻 还是大家兴奋一下 替我们这个中华队 奥运代表队加油 那其实呢在趁这个机会 我们就直接跳到奥运的话题好了 我们说中国大陆的选手啊 他们拿下第一金的时候呢 其实有这么一个报道在CNN 但是这篇报道呢 惹出了一个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在大陆媒体的部分 认为呢外媒 特别是西方媒体又在标题上 对中国做一些小动作 你可能看这个很远 但是老师你只要看这个英文你就知道了 Go for China 中国大陆拿下了金牌 再来呢 And more COVID-19 cases 以及更多的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个案例确诊 因为呢 其实这两个都是事实 但是呢 他把这个两件事情 放在同一个标题里 大家觉得有影射嘛 什么意思好像是 我中国大陆拿到金牌 那跟确诊有什么关系呢 确诊数跟中国大陆拿到金牌 不一样吧 美国又拿金牌 你怎么不下在美国拿金牌的那一段呢 然后又放上了这个照片 所以呢 就引发了大家觉得不公平嘛 其实CNN应该非常清楚 这几天美国的确诊案例也在飙升 美国的确诊案例也在飙升 所以如果 如果美国的选手得牌了以后 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啊 也把他把这个下面照抄同样的话 说more COVID-19 cases 也把他打在下面 那美国人会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呢 我们经常讲 讲己所不欲勿事于人啊 搞这些小动作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换一句话说 退一万步 其实搞小动作的人 其实心虚的比较多啦 嗯 对不对 啊 那个我们经常说背后啊 被人家弄一下对不对 其实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 我说如果你背后被插一个刀 其实你已经胜利了 因为你的对手 表示你有影响力 不敢正面对你 所以他决定用背后来 好 我们今天不讲人身哲理 这个其实现在啊 美中关系或者是中国大陆的形象 在国际社会 基本上受到了一些冲击 除了这张照片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陆举重选手 来 我帮大家找好了 因为我们有那个影片吗 大陆举重选手的 有 那我们今天上影片也可以 再看我的手机也可以 大陆举重选手当时呢 也是在 我记得没错 他也是在夺牌的时候 被拍下了这张照片 当然有很多照片可以选 那当时的媒体就选了这一张 就引发了很多的 也连那个外交部的也来抗议 就说呢 你这是不是针对我们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选一个我们选手 就是他觉得是丑照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丑与美 当然是 这就是蛮主观的事情 有人说那你举重 这个是利于美的展现 那有一方 尤其是中国的媒体啦 陆方还有大陆的网友 很多人就炸锅了 就觉得说 选这照片实在太丑了 西方媒体是故意的 我们夺牌你 为什么不选一张 好看一点的呢 好 我们聊天室 再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好了 刚刚大家看到这个照片 我们旁边也会上这个照片 大家觉得 真的是故意放丑照的 帮我加一 觉得不是 这就是单纯 利于美展现的 帮我加二 或者是加三 留下您的想法 让我知道 大家对这张照片 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当然 其实我觉得很 这个也有可能是一个 刻意的操作 有可能 因为这么多的选手夺牌 这么多的照片 为什么偏偏从这一张 把它放大来看呢 那当然啦 这个可能不是摄影记者的挑选 应该是编辑台 或者是更高层的决定 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把一个 国际上面最重要的赛事 把它参与了太多的 国与国之间的情绪 或者是把国际关系 把它带进到这种奥运来讲 真的是很不幸 而且对于选手来讲 超级不公平 老师我跟你说 你知道聊天室 刷了一排什么吗 全部都是加一 大家都觉得是故意放丑照 包括了理睬金 还有我们的新加坡四 智甘五 还有陆欣怡 Daniel Huang 还有我们的陈军怡 陈春照 曲垂坤 彭少 王健 大家全部刷一排加一 基本上9乘9都是加一 其实故意去挑选这些照片来放 或者是标题上面 在别人办喜事的时候 你去把它上面涂黑一下下 这些小动作老实来讲 基本上除了心虚以外 更不会让自己的国家代表队 表现更好 不是吗 也并不代表就是说 你用泄愤的方式去让别人难堪 并不表示自己更高尚 我觉得这个心虚子里的观众朋友 应该会同意我们这样子的说法 这位选手呢 是中国大陆的女子举重选手 侯志慧 她拿金牌的时候被西方媒体 被路透社报导的这个照片 但是呢我们说如果是 网友之间的互账 那也就算了 本来就是言论自由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个不一样哦 这个是中国大陆驻斯里兰卡大使馆 他转发了这一则报导的推 在推特上转发了这则报导 然后还说呢非常可耻 非常的丢脸 认为西方媒体用这种手段来说呢 非常的可耻 所以呢这已经闹到了 外交层级的部分了 对 不过我想今天我们 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场公开的节目 我也不要用太多的这种 诸心之论去看这件事情 老实说有些会被报导出来 跟特别反应强烈 基本上背后都有一些想法跟企图 那我们要再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我们把关于运动员的表现 把他升华 让他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category 不要把其他的政治 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仇怨 把它加在上面 这个对选手不公平 对于他一辈子付出的努力 对于培训他的教练 对于他的家人 对于他的支持他的国民 都非常非常的不好 自己不礼貌并不代表别人跟你一样 不礼貌并不表示自己羞辱别人 不表示自己更高尚 对就从CNN到路透啊 所以也难怪被大家说是西方媒体 因为正好也被点名这两家 都是蛮指标性的媒体嘛 也是呢我们像我们的这个外电 会采用都是这些媒体 所以他们的标题来看呢 当然就会被大家放大来看 不过今年呢我们说呢 在东京奥运呢 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本人也是蛮震惊的 我们等一下有这一则的 新闻的带子 就是呢在铁人三项的比赛 那其中有一项呢 游泳的部分呢 是在东京湾里面游泳 那在东京湾的部分呢 有选手游完之后上岸 居然在岸边就吐了 然后媒体的标题写得很耸动 他说满地都是黄黄绿绿的东西 天哪 怎么会游泳 然后上岸就吐了 原来是呢 据说东京湾这边的水值 其实呢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这么样的好 东京湾在哪里呢 在台场旁边 台场就是我们每次去 东京的时候 有时候会逛去逛Outlet 之前有钢弹的那边 台场的旁边 东京湾 那么在台场的海滨公园呢 其实大赛之前 在前几年就被南韩媒体批评说 像厕所一样臭 那么当然呢 日方也是为了办奥运 它一定是有做了很多 完整的措施 让那个水值得到改善 据说在2017年的时候 当时测的水值是 大厂赶郡超标21倍 那后来改善之后呢 其实对选手来说 那个水值可能 还是不是达到 他们要的标准 就有网友说 怎么不去琵琶湖比呢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则新闻报导 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在这个会场 当中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铁人三下选手 照我来说 他们是很强壮的哦 游上岸之后都吐了 好 日方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铁人三项选手们 必须全程hold住体力 包含游泳环节 但以为在冬奥猛鼠中下水 至少能涂个清凉畅快 但是没想到摘下 本届金牌的挪威籍选手 布鲁门菲特 冲破终点线后 第一个反应 是痛苦跪地不断呕吐 吐到其他选手来关心 而吐完接着大字形 虚弱躺平 不只是他 其他多位男女选手 也纷纷在玩赛后狂吐 怀疑罪魁祸首 就是比赛场地 东京湾又脏又臭的水质 东京湾 存在着东京排放的爆量污水 曾验出水中 大肠赶菌超标21倍 禁止游泳 赶在奥运前 当局努力盖进化系统 还放养贝类 结果选手被臭晕狂吐 日本网友傻眼有够丢脸 这到底是比奥运 还是比极地求生 虽然可能是加上中暑 才会吐这么厉害 但水又脏又臭是事实 东京人自己都不想碰的水 居然成了奥运赛场 而东京中医再标出 1429人确诊又创记录 DELTA累计确诊数也来到940例 冬奥裁办第四天 全日本确诊4692例 冬奥狂热加速病毒传播 记者综合报导 好 其实大家说 要办奥运真的要花很多钱 而且要盖场馆之外 美国彭博社这样报导的 它说呢 我先说日方好了 日本是觉得说 可能天气太热了 选手可能也不舒服 是因为跟水池可能没关系 但是彭博社报导说 东京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之一 它没有独立的 雨水跟污水的排污系统 这也就是说呢 每次遇到的极端天气 像是暴雨啦 或者是雨下比较多 下水道的污水 就会排入东京湾 据说住在台厂 刚说到的举办的 那个滨海公园附近的民众都说 他们每搬来这里六年了 他都一直觉得很臭 这个状况都没有改变过 那这个就是 主办方啊 这次其实对日本来讲 真的是很惨 第一个奥运延迟一年 第二个他没有办法开放 这个观光客 所以他的投资基本上 是没办法回收了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本来最早的时候 东京是发愿 要办一个历史上最省钱的奥运 就是说不要花大笔 最早的时候 所以他只会就现有的设施 做精进改善 但是他不会去全部盖 全新的这种运动场地 那么我们那时候也 大家一般对日本的印象 也是觉得他很干净 而且今年的又是讲永续环保 对 所以应该 应该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可是碰到COVID-19 本身就已经让大家快要昏倒了 现在在发生这些事情 那么当然会让这个 日本的奥运的这个筹委会 这个很头大 而且今年我觉得 真的蛮少看到一个主办国 就是这么多的报道都是负面的 从永续的床开始到选手村 到现在的这个比赛 还有一件事情很夸张 就是铁人三项嘛 当时是有56名选手 一字排开 那照理来说应该是 领响了之后 全部人一起跳下海去进行比赛 结果没想到当时呢 要采访团队的摄影船 离选手们太近了 所以变成呢 前面这边的人跳下去了 后面的人被挡住 他们就没跳 所以呢就紧急 再把大家全部叫回来 那你知道跳下海之后 当然是奋力的往前游 怎么可能听得到 岸上有什么声音 所以当时据说呢 整个比赛还延迟了10分钟 把那些已经先跳下海的选手呢 再叫上岸 然后大家稍微整队之后 再重新开始 好这个算是大忌哦 有一位VBC的评论员 Matt Chilton他就说 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 一场的铁人三下比赛当中 看过这样子的失误 更不用说是在奥运项目了 所以今年呢 日本是不是在这个安排上 我们说已经延迟了一年 但是呢 这应该是从日本前一次办奥运 到现在第二次在举办 夏季奥运 对日本来说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三一大地震之后 要重建让大家看到说 日本现在呢 已经恢复了不一样了 就没想到疫情搅局 时隔那么多年啊 东京奥运这个上一次是 1970年代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 真的我相信啊 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内心里面也是很不舒服 那他们也没有办法 为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负责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期待就是 在后面的这些竞赛比赛 项目不要再有这些 太多负面的报导 我们也希望这个日本的奥运的 这个主委会 能够再做更好的安排啦 因为有很多项目 我真的还没有开始比赛啊 所以如何不要再做 这个类似的事情 尽量不要让它再发生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好聊天室里头2899人 邀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按赞应援 邀请大家先跳出聊天室 帮我们来按一个赞 其实啊刚才教授点到了一个点 现在呢其实各国办奥运 不像以前啊 要办奥运我就可以大星旗鼓了 我要盖新的什么游泳池 其实我要盖新的什么 全部都盖新的 因为呢我觉得也 这也跟世界经济有关吧 就是现在大家可能也没那么多钱了 可是呢把旧场馆 重新包装重新整修 之后换成一个新场馆 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 像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功课 刚好找到 上一次的这个08年的北京奥运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水立方 很壮观的水立方 在明年它要变神 它要变冰的 它要变成冰立方 从游泳池变成了 可以比赛冰湖的场地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也是做了一个蛮大的转换 因为奥运每四年半一次 有太多的国家当时花了大钱 盖的运动场馆到最后 它的利用比例都低于30% 所以有70%时间放在那边 跟文子馆一样 那么再加上结构性会慢慢 结构上会慢慢老旧 所以就变成乏人问津 这些都是历史上 能够有赚钱的奥运 一个首长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其他全部都是赔钱 基础建设或者是航管建设 可能还算是有帮助啊 可是过去我们的环保意识 跟永续的概念 不会有那么强 所以我盖一个选手村 现在所有人要盖选手村 它将来把它转换成为 国民住宅或社会住宅 把概念结合在一起 那么世大运就是这样 对这样子才能够发挥 它的永续的精神 所以明年其实我们在 中国大陆的北京冬奥 可以看到蛮多永续 还包括了鸟巢 鸟巢在08年当时 它也是奥运的开幕的会场嘛 而且这一次中国大陆 他们还要做一个创举 就是鸟巢它之前呢 办过了夏季奥运 明年呢它将会成为 冬季奥运的开幕式的场馆 这表示呢这个场馆 经历了冬季奥运跟夏季奥运 对还有它的这个大型的活动 也在那里办 这样子变成它原本是 必去了打卡胜地 现在就是一定要更要去的 打卡胜地了 也可以带来一些观光的收入 其实这对于一个国家 来办奥运 有趣的这个经营下去啊 是蛮重要的部分 我们现在呢 聊天室破3000人了 邀请大家来帮我们 记得一天要帮我按赞哦 徐芳 马克 还有我们的吴军伟 许顺辉 陈寅泰 你们按赞了没呢 还有我们的黄泉铭 谢谢玉山谷天乐的斗内 鰻鱼饭在一楼柜台 暂时不要开除玉山谷天乐 爱你久久 谢谢大家的应援 那我最近为什要逆流 那我就是吃的东西 我都要干湿分离 宝宝们就会帮我干湿分离 我就不能再吃我喜欢的 馄饨面 还有一个议题想跟教授聊 就是现在塔利班 在阿富汗的问题 美国一直说要撤军 但是我昨天又看到一个消息 是美军司令又说 要下令空袭支援阿富汗 这什么意思 我撤军边撤军边空袭 边空袭边撤军这个概念吗 其实这个也是很无奈之举啊 美国要不要想不想 在拜登总统设定的时间 完全撤军 想撤不撤得了 应该也撤得了 但是碰到一个大的问题 刚刚一针 为什么会说美军支援空袭 因为美军走的时候 并没有把阿富汗政府军 所需要的空军的装备 尤其是弹药 并没有足够留给阿富汗的政府军 所以有飞机没有弹药 你那个飞机基本上 就变成没有什么用了 那可是对付塔利班或者是反抗军 基本上阿富汗的政府军 它还是要让这些飞机能够飞起来 那在这个弹药补充上面 这也是尤其是我们的 关心军事的问题非常重要 弹药补充不是说 弹药补充有点像买疫苗 怎么怎么说 不是说我现在马上紧急采购 你马上就有现货 它有的工厂就是生产这些弹药的 炸弹的飞弹的工厂 它没有那么多现货 它必须要重新生产 比如说我们现在疫苗 你说我现在要买三千万剂 大家说哦好耶我钱付现 可是问题是 那个药厂要慢慢做 就跟买车是一样的概念 我下定了可能明年才有 而且明年拿到车的时候 还会涨价 军火也会这样子吗 那个军火更会涨价 因为它的那个第一个通膨 我们就把它拿开 通膨拿开以外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工 这个所谓的就是成本 它的成本提升呢 成本提升呢 包括工人的薪资啦 还有包括廖配件 是不是跟你下单的时候 那个廖配件原来的价格 那合约中间怎么讲的 那有没有涨价的空间 这些全部算在里面 所以简单的说啦 刚刚易真讲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要美军说我要走了 然后阿富汗政府军说 对不起我飞机舰不能飞 但是有几个地方 我现在必须要去解决 所以美国人说OK 我的空军来帮你弄 但并不表示美国人说 我要走后来因为这些情况 我又来了不会 他就是要撤军了 那么所以现在是填补 这个阿富汗政府军在地空气的 但这个意思是代表说 拜登会持续的支持阿富汗国民军 美国的武器吗 这个是有这个含义吗 美军我美军不去 让我的武器去 美国最会这一种 就是说当他要抽手的时候 他说我东西给你你自己打 从以前的越战越南化就是这样子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思考到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的时候 我都这些问题我都有想过 第一个我现在手上有的 就是说我现在有多少弹 我可以这些 我目前库存的可以支撑多久 这个一定做生意的人都会想 对不对 你即使是卖任何一种东西 你都会想你的库存的问题 还有你生产制造商进货的其成 这种很简单都会想 另外一个我们也会想 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 以前在一帧节目有讲过 美国人走的时候啊 他大部分是东西丢下 然后说你自己打 然后他就走了 台湾我们也讲过 是他从来没来过 所以他没有走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没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可以说 美国不管是阿富汗 那伊拉克现在只剩下 2500名美军了 那美国还是 还有叙利亚呢 对 美国这些都会慢慢慢慢撤走 然后撤走了以后 当然就会有很多 变形金刚出现了 也就是说我现役军队走了 并不表示我的顾问没有在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现役军人 然后两年以后我退役了 我变成的是合约商 我是负责这个区域安全的 你就是叙利亚顾问 或阿富汗顾问 我就去当顾问了 实际上我又回去了 然后但是我一样拿合约商的钱 所以基本上来讲啦 做正规作战部队撤离是肯定的 而且是美国即使不是拜登总统 也会继续往下做的一件事情 美国记住吗 当北京说东升西降 当美国说转向亚洲的时候 这一些所有的重心 全部都会放在印太地区 就是撤军 新势力撤军伊拉克撤军阿富汗之后 所有的美军的重心 好慢慢要转移到 美国叫做rebalance 就是再平衡 就是我们说的回归叫正回归啦 在rebalance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rebalance 叫正回归回来 把它放在别的地方 可是这样怎么感觉好像 像乌克兰问题也是啊 俄罗斯也很不高兴觉得说都是美国 你虽然说你没有来帮他们打仗 但他们的武器都是你support给他们啊 对 其实美国来讲啊 我们可以很讨厌美国 他到处都每个地方都沾一点点 然后他又不负责到底 我不打但我给你武器 你自己打 可是当他要走人的时候 其实也是拍拍屁股就走 我这有点这种感觉就是 当美军要走的时候 阿富汗就发现说不行啊 我这边都是你的武器 我没有你的弹药不行 所以呢 我还是要跟美国人做生意 我还是要想办法跟你买弹药 你给了我飞机 我没有弹药 我还是要跟你买 其实我知道 好像很多军货商 美国有接单啊 对 其实还是有合作的 有接单 然后跟你说back order 就是你讲的 我订一辆车 他告诉你明年秋天才会到货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颜色 选沙里面的座椅 那个客制化问题是缓不济及 对于阿富汗政府军来讲 任何说是明年才会到货的来讲 基本上整个战略形势都会改观 非常非常重 因为现在在塔利班攻的蛮猛的嘛 我看到的消息是 好像首都克布尔在过去一个礼拜 就一直被火箭攻击嘛 然后呢 现在塔利班的大本营 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坎达哈市 已经有2万2千户哦 家庭 大家逃离当地 就变成难民了 居民变难民了 据说呢 坎达哈市郊区 在25号就前几天 还是持续的在交火 在打仗当中 那现在俄罗斯其实也很紧张 俄罗斯一直在呢 阿富汗的边境塔吉克 他们就有设立一个 算是联合的作战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区就对了啦 然后俄罗斯有派兵 进驻在那个区 我记得好像叫什么 207 207一个营队的一个代号 叫207 然后呢 俄罗斯也说了 他们现在呢 因为很怕塔利班 对于塔吉克 带来边境上的威胁 所以他派更多的兵过去 更多的军事武器过去 下个月要联合塔吉克 乌兹别克在阿富汗边境 还有塔吉克边境要实施军演 所以现在是不是俄罗斯也很紧张 对 其实阿富汗问题复杂到 我们可能要连开两个直播 才能够把里面这些 每个全部都讲清楚 那个难民啊 光难民的问题 其实所有周边陆地接壤的国家 都很紧张 那现在刚刚益珍已经讲了一个数字 等于是说现在阿富汗难民 就是一个事实 而且它会增加 另外还有一种另类的难民 是什么 这是以前美军在的时候啊 那些有帮助过美军的 不管是帮他翻译或帮他开车的 阿富汗的口译员 因为前几天也有传出消息说 美军的阿富汗口译员 来不及跑的就被塔利班抓了 然后呢直接斩首 帮过美军的被塔利班抓到 你就有 你跟你家人都有生命危险 然后美国人又说 那我给你特殊签证让你跑美国 我把你带走 问题是美军先闪人啊 我签证要跟谁办 你剩下几万人 他符合资格 问题是他等不到签证 对啊 现在大家做 所以才会有人一直说 被美军给抛弃了 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美国这种快速的撤离 让很多阿富汗曾经帮助美 不管是帮大使馆的忙 或帮美军忙的人措手不及 而且他的家庭都受到生命的威胁 这些问题加上我们刚刚讲的 宵禁啊 包括塔利班的活动的势力范围 越来越包围首都附近 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当帝国坟场再度出现 当英国走出坟场 苏联走出坟场 美国走出坟场 现在大家就看 中国大陆要不要用另类的 不同于过去所谓帝国主义的形式 可不可以用一带一路的方式 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 中国特色的方式 进入这一个历史上的帝国坟场 而把阿富汗的问题做好 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 没错 所以现在阿富汗的问题 为什么呢 在美国撤军之后 反而大家又再次看到了 而且这次以前我们看阿富汗 就一直发现说 他们一直在打仗 美军今天又空袭哪边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已经不是在军事面了 已经是在包括 我觉得已经是很基础的 包括了像刚刚说到了 军火军武的部分 还有难民还有大国外交的部分 像现在呢 在阿富汗东南部的邻国巴基斯坦 其实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有很多的难民 逃往巴基斯坦了 所以巴基斯坦也没办法 他们边境就是连在一起的 他要逃过来 你最后也只能收了 那因为也没办法 也缓不济及 那么现在呢 巴基斯坦就宣布说 他们的陆军要接手巡逻边境 阻止难民涌入 因为太多人要逃往巴基斯坦了 而且他们也很怕塔利班 会不会也有人混进巴基斯坦 所以这已经不只是阿富汗问题了 还有阿富汗跟邻国之间的问题 所以有陆地接壤的国家 就容易碰到这样问题 这个平时啊 非战争的时候有非法移民 战争的时候有难民 然后边境的守护 那到底是使用军队还是非军队 那有没有足够的人道措施 这些就是国际问题 各位观众 我们过去讲国际关系的时候 谈的都是高来高去的 核子武器 大国外交 其实真正的国际关系 有太多太多 是我们平常在台湾 我们不会看到不会经历的 这些问题 而在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在发生当中 对那接下来呢 最后四分钟的时间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呢 3768人 邀请来到我们聊天室的朋友 先帮我们跳出聊天室 帮我看到YouTube上面 会有一个大拇指向上的一个赞 你帮我轻轻点一下 用你这个大陆现在很流行讲 发财的小手 来帮我点一下 帮我按一个赞 这个赞对易争来说 对真心话大冒险来说 真的很重要哦 谢谢我们的Eric Sun 我们的黄泉明 还有我们的陈怡彤 Terry 李正中 Benny's宝宝 吴文莱的宝宝 还有周浩斯 你们都按赞了吗 还有我们的Andy Hu 还说黄教授您好 好 等一下下班 记得吃药 好 今天最后的一个小议题 其实我对于大陆外交部 发言人照例间 他提出来的四个停止 我觉得呢 他是很明白的 要说给美国听 包括了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利益 停止彩虹陷害玩火挑衅 以及停止打着价值观的幌子 搞集团对抗 好 其实这已经浓缩了 中国大陆现在呢 对美的一个态度是吗 对 这是一个态度 也是一个呐喊 是一个要求 也是一个在讲出口的同时 知道很难有 双方共同同意的检证标准 来查证的这四个要求 但这样会不会变成像是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本来国际关系就是如此 这个各说各话 双方互相要价 美方提的是议题 大陆提的是清单 议题呢 它的范围就很广 中间可以切割很多面 可是清单的话 就是你要打勾 还是不打勾的问题 所以大陆这次出手比较精准 它直接提清单 也就是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能不能改善 有这几件事你要先做 这个过去我们在兵器推演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模拟过 中国大陆可能的态度 结果发觉自己的兵器推演 还蛮准的 就是我们当时扮演 中国大陆外交部角色的人 他一坐下来 也出乎我们当初设计的意外 他一坐下来就说 对不起 请美国先纠正过去 川普时期的错误 不然没什么好谈的 当时兵器推演是这个样子 当时我们就说 呀很棒 我们把这个兵器推演 得到了一些 我们当时遇见 我讲的推演 距离现在 已经是半年多以前了 所以兵器推演还是有用 在这边打一打小广告 的确 你最近兵推了吗 你最近兵推了吗 是你的老师节目是不是 不是我的节目 是我的一个slogan 你今天兵推了吗 你今天兵推了吗 因为多算胜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对不对 好谢谢教授今天的警句 的确我们从中美的关系来看 天津会谈的确是没有谈出个什么 但是大家看到了双方的态度 双方所要的 等于有一点像是公布底线给对方看 对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如果讲不完下回分解 对我们肯定要下回分解了 看美中关系还会有最新的进展 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加入 我们的真心话大冒险 每个礼拜二下午4点钟到5点钟 我们准时上线 感谢今天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黄敬正教授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下礼拜二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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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